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今天呢 我也把我这个杀手锏 我的好哥哥 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 烧饼 谢谢大家 请到了我们喜剧人的现场 其实说实在话 我们都是好朋友 对 打小就在一块玩 参加这个节目录制呢 我也认识了不少的好朋友 是 特别多 你比如说像文松哥 我们哥俩好极了 我特别喜欢文松的作品 他特别的有性格 而且他的这个表演风格 特别的突出 对 真的啊 太突出了 就那个劲儿往里一站 我妈都没他媒体 真的 看见他之后 感觉身体被掏空 他怎么这么说人家 这是我哥怎么 我哥多好啊 文松挺好的人家 多阳刚啊 对啊 混蛋 你大混蛋 你不要脸 你 这多好这个 这还好呢 这 哪儿好 武林高手 那这怎么会有 打拳 对啊 对啊 看了 什么玩意 多好这个 还有啊 长远 刚才那个 对我也喜欢他呀 你可拉倒吧 我就讨厌这种自恋的男人 一上来 谁都爱他 谁都爱他 没有病的他 再这说了 长远长得漂亮吗 老说自己是花美男 哪儿好看呀 往我边一站 我以为到了河间了呢 他是驴 你没有这么说实话 你揍他 揍他 那都我好哥们 你别瞎说什么 你们懒得嫉妒人 一般一般 我跟我最好的 刚才的张子栋 刚才这个 那就跟我亲哥哥一样 你多有性格的喜剧人啊 太有性格了 他那种性格 我们怎么称呼他呢 应该叫做臭表脸 就是淘汰一回回了一回 淘汰一回回了一回 你不说淘汰你就不在喜剧圈出现了吗 怎么还出现呢 净说实话 你有点没完啦 怎么了 那都是我亲哥 你怎么这这么说人家 亲哥 亲哥哥我又不熟啊 他是谁的亲哥哥 又不是我的亲哥哥 再者说了 这词不都是你写的吗 有什么关系 可找着圆胸 对不对 我只是替着你把这话说出来 哥说话不能丧良下这个 兄弟我问你这么说完 痛快吗 痛快 得罪人找哥哥呀 什么人性 什么呀 那都是说完他们 我还得说你 我给你词没写说我啊 废话 我当哥哥说你两句你怎么了 这话对 你应该好好听 别看我没到这个舞台来过 但是网上对你的评论 网友的对你的观念 我都看了 人家观众都说了 说人张子栋淘汰的时候 就应该淘汰你 我就该走 张小斐淘汰的时候 就应该淘汰你 我还该走 黄才伦淘汰的时候 就应该淘汰你 我就该走 他们怎么想不明白呀 他们怎么不明白这道理 什么道理 他们没有好爹呀 那就 那就等好爹淘汰了 就该淘汰你了 你们俩是捧着我的 这个也不愿咱呀 这个家庭是咱们没法选择的 我也很无奈 对不对 而且咱们不是说咱们 咱们不努力 咱们也努力了 谁不努力啊 这不是因为咱们平台好 是 对不对 这不得谢谢人家吗 这话说的对 为什么你爸 为什么召集业让你出镜这么多呀 什么意思 就是为了赶紧把你捧红了 对 这能红得了吗 你甭管曝光越高 观众认识你的人越多 那好事啊 等着你呢 火了之后啊 不得替他扛起咱们德云社这感像是大旗吗 我得分担呀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也长大了呀 不能让月云鹏把他抢走了 还是争这一哥的 兄弟我说的有错吗 这是我还真没想到 对不对 你跟洪苗正啊 对对 你是不是谁呀 于谦 向是皇后 你看看 什么贺号这个 对不对 有着名字呀 对 你说的啊 你爸是谁呀 于谦 你看看 不不对 哎哎哎 我都说大我说的 我以为上边那一集呢 谁谁谁谁谁 同学说同学 你爸爸是谁呀 郭老师啊 向是流氓 向是国王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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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他是向是国王向是红 你就 你就是向是太子啊 兄弟 我是太子的哥哥 对啊 好 等到你 喜剧人要是夺冠了 我夺冠了 就是你登基之时啊 我厉害 我就登基了 你就不是太子了 我是谁呀 你就是国王了 我是国王 我是国王了 西大国王 我是向是国王 兄兄弟 你看我 我得有个官职吧 这多新鲜哥哥 我 我要是 我要是向是国王 你就是当朝的元老 够意思 好 太够意思了 好 太够意思 够意思 我呢 你 你得是当朝的大总管 好不好 好 严公公 屈你的吧 我怎么就总管呢 换一换一换一换 打招来从来啊 我是什么 我还是国王 你变不了 我是向是国王 你变不了 你是当朝宰相 行 你就是大太子 我怎么不是少一辈 就少零件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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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捋一捋啊 太子太监 差一个字 就是差一个字不累 咱仨都得好 都得好 你是我身边的近人 而且来说 我跟你说兄弟 怎么 你想想 你要是火了之后吧 你德云社就待不下了 我待不下了 你先等一会吧 凭什么我待不下了呀 兄弟你想这道理 你俘于我吗 喜欢你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可不 你想想 看你的人越来越多 看他的人越来越少 你卖的票越来越多 他一张卖不出去 你那都爆满了 爆满了 他就一个人旁边蹲个鱼签 跟着抽烟喝酒烫头 我师傅还得蹲着呀 蹲着嫌惨 多么的悲惨 那我应该 你孝顺不孝顺 我孝顺 你能让他难过吗 我不能啊 你能让他不开心吗 不能啊 你能让他单看吗 不能啊 那你 单干吧 你看看 别说 稍被你下话 我说的实话兄弟 上个喜剧人 你是说什么呢 给你能的 你挑唆人家父子不合你知道吗 我没有 你要再这样 我告诉你 师傅把你那字给你摘了 就是清门 家谱上没你 你下别人行了 你下唬我 你下唬条吗你 还清门 还摘字摘 你把收字摘走 哎呀我还就不信了 饼字你也拿走 哎呀我就不爱听了 我就讨厌他 最看不上我的就是他 说我天天埋态我 说我长得难看 给他们家的狗都吓一跳 这真事 你看看 他不知道他们家养的那是兔子 你养的狗 再这说你也混蛋啊 我为了他好 得月社不也好吗 我说好啊 下一代培养不更重要吗 对呀 在哪干活不是干活 是啊 这不对 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有这道理啊 你好了你爸也高兴啊 对呀富平子贵嘛 对不对啊 之前来说兄弟我跟你说 怎么着哥 你呀你有了钱 你有了钱 我想你怎么能有钱 我怎么才能有钱 你的资本是什么 我没有资本 年轻啊 哦我有资本 所以喜欢你的人多 多好 你看现场 这个 哎呀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这就是你的资本 对呀 喜欢你的粉丝特别多 你现在微博上多少粉丝 微博现在是一百万零三千五百二十七 对啊 你怎么你要 你要咬我也是怎么着的 你一本多 我怎么才四十多人呢 我 你们家亲戚少 一百多啊 一百万零三千五百二十七 对了啊 咱就指着你这些个粉丝 咱们就发家致富了 怎么就发家致富了 这是咱们的一时父母啊 啊 关注费 你想 不 你想这个道理啊 咱们开展资本市场 开展资本 首先达到的就是众筹 对 众筹 咱们就预售啊 预售 郭其林五年以后的橡市票 五年以后 价值八千八百八 我太值钱了 但是现在买 不需要八千八百八 现在多少钱 只需要九块八 九块八 什么 只需要九块八 是 亲爱的朋友们 赶紧拿起电话 你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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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干什么呢你 哦不是那段 电视客户是哪 我是小的 八千八百 那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不是 哥你不行 我卖八千多 我怎么卖九块八了 赔了 你想 预售 预售的便宜啊 哦 它基数大呀 五年前了 你想 你现在的粉丝是一百万 一百万零三千五百二十七 一百万零三千五百二十七 哎 乘以每个人是九块八 你算是多少钱 你能算算了 一百万零三千五百二十七乘以九块八 一九得九 二九一是三四一 我钱不少啊 你这算数也不行啊 你给我凑十块不行啊 废话 你不能凑一百万整数吗 行行行 就一百万十块钱 一百万十块钱 咱这一场演出预售出去 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 咱一年就演十场 演十场 这就是一个亿啊 我挣一个亿啊 兄弟 你有了这一个亿 咱们这公司就上新三板了 我就三板 到时候 你就不是一个相视演员了 我是什么 你就是企业家了 就是企业家了 你的未来就不是梦了 你天天做家就是数钱了 我得天天数钱 资产都过亿了 可不 我在家 我得天天点夜夜点 每天我就点 一边点一边埋怨我爸怎么不给我生一溜纸 你说怎么办呀 这 这是不是 这边天练 先天练 碾得我这指纹都没了 哎呦 想不想 我连那手机我都解锁不了 太好 太有钱了 太好 我问你啊 都这么有钱了 对 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说个问到点上了 来来来 挑能说的说啊 挑能说的说啊 来来 说说 最想干 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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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一个对象 快看我了 我 我 我 你说的什么 我找对象 找对象是吗 找对象 疯了 我怎么着 找网红呢 找网红 找网红 你看那天王什么的才找网红呢 我找网红我也先了 你也找 你也找 你也天王了 我天王了 你也找网红 行行行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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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俩也都安排一个 对 对 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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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行 我就火了 我就 你够够的了 知道吗 我是听了半天了 你过来吧 过气烈 稍微我先说说你 你在这起好作用了吗 不是 我教 教的正情 你教的是好事吗 你鼓励大林创业者可以 创业为了什么呀 你得实现自我价值就为了挣钱啊 你这根本就不对 郭杰林你也是 你作为德云社的领袖 有德云社未来的希望 你就这个价值观啊 你应该带领德云社 发扬咱们的传统艺术 怎么你这么点岁数 你还像是国王了 那我应该像是皇后 我就听你